我們也知道說您很久沒有來台灣 現在的心情或感覺怎麼樣 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也覺得很親切 其實我們剛剛在台下已經交流過 我跟台灣也非常有緣分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2003年 其實已經20億年了 而且那個時候是我的人生當中的第一部主角的戲 而且我演的就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在21年當中 其實我也來過很多次的台灣 13年的時候跟賴老師一起到台北演這個《如夢之夢》 也帶了很長的視線 所以這次來還是覺得非常親切 當然還有一件事情 我希望這次來可以求證一下 因為反正話大家知道 我們是用護語演出的 然後在播出的時候 就面對很多媒體採訪的時候呢 我的這個普通話就帶著互譜的口音 可是有很多的朋友 就聽了我的互譜以後 他們說你的普通話有台灣口音 所以我要求證一件事情是 我的普通話有台灣口音嗎 就是我的相應有台灣口音嗎 有有有我們都覺得很親切 那我更開心了 是 就說不定我們不婚彼此 你想第一個問題就請教胡歌老師 就是如何以您資深演員的身份來看待現在的新年導演們 首先我想說我除了可能虛掌大家幾歲吧 我談不上資深 然後說實話我最近這幾年拍的電影從迅路到不虛此行到剛才您跟大家介紹的走走停停 其實我都是和青年的導演編劇合作 這三部電影呢其實都是他們的首部院線長編 是重作 在跟他們的合作的過程中 我發現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可能和年齡資歷成正比的可能只有經驗 但是一個創作者的他的才華天賦 甚至是他的眼界我覺得和年齡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事實也證明了就是我這幾部合作下的電影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比方說不虛此行拿到了上海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 我也拿了一個獎 然後這一次的走走停停又拿到了北京電影的最佳影片 最佳編劇和最佳女配角獎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幸就是可以和那麼優秀的年輕的導演編劇創作者合作 然後也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有那麼多的機會可以和年輕的創作者合作 我後來想一想可能是因為我19年的時候 我有去參加過一次在西齡的第一次電影節 我想在座的各位年輕的創作者一定知道第一次電影節 然後呢我在那一次的第一次電影節上 我有表過態 我和所有的年輕的創作者表態 我說如果大家以後有好的劇本一定要找我 因為我是一個既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要在這個雙層論壇的這個交流的過程中 我也要表一個態 跟這個台灣的年輕的創作者表態 我是一個既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如果大家有好的劇本好的項目 一定要記得找我 我在劇組如果遇到年輕的導演或攝影師編劇的時候 我會告訴自己 一個不想當導演的攝影師不是一個好演員 就是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我會去換位思考 有時候我會站在導演的立場 有時候我會站在攝影師的立場 我會跟他們一起去共同的去創作 所以就是我經常也會跟大家說 我說我不是一個明星 我是一個演員 尤其在拍攝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在拍攝現場的時候 是沒有明星的 只有演員 明星只有在一部戲放映之後 才會出現 而明星不是一個人造就的 是所有人造就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從剛剛入行 非常非常年輕的演員走過來 我就拿自己來舉例子吧 我覺得我可能最大的問題 是怎麼去克服緊張 可能就跟我的個性有關係 你演的戲演那麼久還會緊張嗎 會 我是一個容易緊張的人 包括現在都會有點緊張 然後呢我剛剛演戲的時候 其實我也跟很多前輩合作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很坦誠地跟他們講 我說我很容易緊張 然後我也請教他們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克服緊張 我記得那個時候 前輩有教過我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唱歌 我說在現場唱歌 你說唱歌可以克服緊張 然後緩解壓力 但是呢唱歌並不是我的強項 所以呢這個方法我放棄了 然後還有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說一些垃圾話 但我後來覺得這個方法也不太好用 因為說垃圾話需要有一個對象 這個對象非常難找 所以最後我這個方法也沒有用 但我後來找到一個適合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我會找一件我在生活中最擅長的事情 那比方說我喜歡 我想騎摩托車 在這個工作現場 可能沒有人騎摩托車比我騎得好 就我會給自己催眠 然後這樣我覺得這招非常短用 就可以慢慢慢慢地就找到自信 然後讓自己不緊張 第二個呢我覺得就從專業上來講 就對於演員來說 我今年已經42歲了 剛入行前十年 我在演戲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會有一個誤區 我那個時候會覺得 我塑造的角色 離我生活中的那個樣子距離越遠 說明我的演技越好 越成功 但我後來發現 這是真的是一個誤區 我演到現在我慢慢地覺得 一個演員 你無論去塑造什麼樣的角色 你都離不開自己 這個自己不僅僅是說 我的樣貌 我的性格 這個自己是你生活的經歷 你對人生包括生命的感悟 因為無論我們去塑造哪一個角色 都是從自己出發的 您這次和大師級的一個導演來合作 您有什麼特別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覺得王道專業上 我不用多贅述了 我想講的是 第一 我非常地佩服他 因為他五八年生人 他年紀也不輕 但是每天在現場 包括收工以後 他事物居心 他平均一天才睡不到三個小時 他比所有人都辛苦 這一點我非常佩服他 第二點說實話 我非常感謝王道拍攝了 《反華》這部作品 因為作為一個上海人 我覺得他拍出了上海 最在我的記憶裡面 最溫暖最美好的那一段時光 因為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我剛好是在上小學 那在我的人生的記憶裡面 那個是最 真的是對我來說 是最溫暖的時光 因為小時候嘛 無憂無慮 然後每天都有家人的陪伴 就他用影像 用他的視聽語言 去再現了我的記憶 同時我覺得又讓我 對自己的家鄉 包括我 我剛才在後台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我也說 我說為什麼我03年第一次來 來台北的時候 我會覺得不陌生 是因為其實上海 古北那個區 有好多好多的台灣人 那時候二十多年前 第一次來到台北的時候 我就覺得 跟上海好像好親切 是 您說您是上海人 有沒有私房推薦的打卡景點 或者是必吃的美食呢 如果今天讓我在這邊推薦的話呢 我一定會推薦一道 就是說大家回去馬上就可以嘗試的美食 就是泡飯 因為泡飯非常簡單 就是你把昨天晚上吃剩下的米飯 然後第二天拿開水泡一泡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小時候 就是在家裡面最常見到的早餐 然後再配點小菜 而且我覺得就是 就是人的五感 視覺 味覺 嗅覺 觸覺 觸覺 五感 其實和你的情感 和你的記憶 是緊密相連的 你喜歡的